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杰如我所愿地离开了 从此我可以放开手脚 跟余正龙以死相拼 但愿有一天他能够了解 我那么对他 其实 情非得已 我现在 终于明白了 酒鬼是怎么练成的 在这种时候 我居然满脑子想的都是酒 各种各样的酒 红酒 白酒 威士忌 对不起 我不该跟踪你 你也有你的难处 你不是一直想去泰国旅游吗 我帮你订了一个 去泰国的旅游套餐 你去玩吧 放松放松 去吧 到一个没认识你的地方 让自己好好安静安静 等这些事事非非都过去了 会好起来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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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想走的 我 何必 再让我看到这些 对不起 沈杰 我其实我 你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 我现在 的确是看清楚了 可是你知道吗 绝望 让人更痛苦 让人更痛苦 我还没有想去 你会想到哪里 你会想到哪里 去哪里 你的空间 你会想到哪里 你会想到哪里 先拿下余震翁 然后再严寻拷打 直到他承认绑架你爸为止 这招我早用过了 那你没做到备啊 你 沈杰现在走了 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计划行事 我要跟陈叔原原本本地道出一切 虽然让他相信我实在是有点难担 他如果知道了我爸被余正龙绑架了 不会不重视的 那你们联手了 会怎样对付余正龙啊 应该也能想出对策吧 好了 阿兰 你可以回去了 乘最近的航班回法国 过两天我会让陈叔回笔钱给你 如果你要是再提让我回法国的事 我就跟你翻脸 我都到这份上了还怕人翻脸 没 许正 你个混蛋 你给我出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你在干什么 除非你把这些给我说清楚 要不然的话 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你神经病 你飙上我了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的就是 你这种没皮没脸的女人 其实你要走你走 你回来干嘛 你滚 凭什么 凭什么你这么对待我 凭什么你叫我滚 许正 许正你给我听好了 我现在哪儿都不去了 我就跟你耗到底了 我就跟你耗到底了 反正我也被停止了 你 因为你许正我被停止了 你居然叫我滚 你凭什么呀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啊 你告诉我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是你养的一个宠物吗 我从小到大 没人敢这样羞辱过我 你 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我不会帮过你的 还被你给我寄封 好 要不就一起封 别以为就你会骂人 我也会的 你 许正你 你他妈的 你就是个王八蛋 你就是个王八蛋 看来 一切又重回原点 我仍将紧捆手脚 看来我只能回到赌桌上了 你也太快 我只能回到赌桌上 我以前的 可是我还有关注 我妈的 你可能会有一天 肯定没说 我现在就是个通缉犯 别怪我撒泼倒狠 我完蛋了 你们谁也别想拿到顶峰计划 靳城书泄密事件 原因已组查清 我们将尽快地对外公布调查结果 以便澄清种种猜测 黄亚只要复牌 现在仅仅是个手续问题了 所以我在这儿 恳请招标方 适当推迟决策的时间 麻烦事比排出手还多呢 谁等得起啊 我们希望推迟决策时间 并非只为自身考虑 黄亚刚刚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因此NPC公司 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便了解我们最核心 我希望你们重新考虑一下 康宁制药的行业操守 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作者 请恕我冒昧闯入会场 但我敢保证 我接下来所要揭示的内容 会让大家感兴趣 你想办法去买通那家私募基金的业务经理 让他承认是他从尹龙手里买走的进程书 你都这样了还管用 用用你的脑子 我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证明是你在为我开脱 这整个过程我要录音的 谈话里的这位男子 是一家私募基金的业务经理 而另两位的声音 我想我就不用多做介绍了 这段谈话内容显然是游丽女士 在出高价收买这位业务经理 出具伪证来为我脱罪 因为正是我 环亚制药总裁特别行政助理徐征 偷走了这份进程书 交给了于正龙 从而导致了进程书泄密事件的发生 我这么做是为了告诉大家 包括NPC公司 我是假意与你们勾结 暗中调查取证 证明你们才是进程书泄密事件 真正的幕后黑手 以你的口碑 会让人相信 陈总 这段时间我顶着个奸细的帽子 东躲西藏 就是为了挨到这一刻 挨到这个关键时刻来揭露真相 环亚制药停牌事件 完全是各位眼前的这位于正龙先生 一手造成的 目的就是为了打压竞争 赢得NPC公司的合作 你小子 想害我 这么做我摇身一变成了功臣 就不再是一只丧家之犬 而是正式的总裁特别行政助理 这样我就有更多的便利去获取 顶峰计划的核心情报 值不值得你赌一把 其实各位 也许还不知道这位于先生跟我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 他是我的后爹 所以我理所当然会成为他的卧底 但自从我重回环亚的那一刻起 我就决定了我要结束这种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种关系 非常的肮脏 于是我便假意与其勾结 暗中调查 对不起陈总 是我偷了金城书 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拿到证据 来揭开他的这张嘴脸 里面这份文件记录了 我跟余正龙接触的全过程 我相信 二位在看过之后 能做出一个最清晰最明智的判断 你们愿不愿意跟一个 没有道德底线 行为卑鄙的企业 作为你们的合作伙伴 老爷啊 这两天抽空 我让清晓珍和她女朋友吃饭 这两天够香 怎么了 对呀 这晓珍这两天也没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去 你别给她打了 她正忙着呢 好多事儿早都过来了 你给我记住了啊 为了你我赔大本了 心疼得要命啊 你再不把顶峰计划弄出来 我真对你不客气 我为什么还要跟顶峰计划没完没了 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陈叔一份交代报个恩 接下来我会去竞争处自首 你真是不顾计你得要审击了是吧 我要向公安部门道出一切 我要向公安部门道出一切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卧底 那么我出于什么原因成为你的卧底 也会引起别人的重视 对吗 余总余太太陈先生来了 老陈 来我说一声 你看我这一事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大姐 我这次来是恳求你 与习正母亲的身份 约束一下你丈夫的行为 喂 习正 刚才沈姐接了一个电话 好像是小条他妈妈打来的 说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要给的 之后她就疯了一样的跑出去了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找她去 好 知道我在哪儿吗 我在医院呢 你在太平间也不关我屁事 我还就在太平间的门口 想不想听一个好消息啊 我没工夫给你翻屏 我告诉你 我现在正要去自首 你和俞正龙洗干净地等着去坐牢问你 干吗呀 我是有件事想跟你交流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豁出去 沈姐那点事就算不了什么 可是有个法律常识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罪名是过失伤人致死 你觉着他得判多少年啊 什么意思啊 那个冯小天 终归没撑过去 今儿一早 死了 你要上公安局司首饰吗 行 我也去 不过我是以目击者和知情人的身份群报案 我会告诉他们 我亲眼看到沈姐把冯小天推下了坡 再加上那些照片 你觉得够不够分量 别急着按录音键 来不及了 徐征 我现在就跟你打个赌 就赌沈姐能不能躲得过这档子恶心事 不及了 不及了 以前的徐征 有点跳皮捣蛋 但是多单纯哪 从小到大 都把你我当他的亲人看待 你就是这么当亲人哪 逼着他犯罪 把他往绝路上赶 余政罗 你太残忍了 我不会再原谅你 他是成年人了 有他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我真没想到 你会让徐征干这种事 你说 不会让徐征卷入到你们两个中间去 可你为什么 这件事我会 哎 你说成心跟我撕破脸对吗 你我之间早就撕破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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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撕破脸了好啊 省得我们再假惺惺地做人 有力 有力来真格的 那个粉红色文件带 能把沈杰置于死地 警官同志 我想反映一些情况 我之所以到这里来挑明一切 就是想告诉你 不管以前谁对谁错 现在已经两清了 这还轻松 我们谁也不用藏着掖着的 再奉献你一句 到此为止 如果再把徐征当工具利用 我不会对你再客气 我余正龙 老板 有力刚走 沈杰就来到医院了 他去哪儿了 医院 你给我盯了点 阿姨 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您就跟我说 来 临走的时候 什么症状也没有 突然就睁开了眼睛 我喊他 他也不听 他撑着脖子就喊你的名字 我愣了半天 向阿灵找大夫的时候 他一口气没上来 他就过去了 沈小姐 他这么喊你的名字 是不是有什么事跟你交代呀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阿姨 我们 是在网上认识的 之后 就成了朋友 当时 他稀里糊涂地说着胡话 说什么 什么健身房 什么 还有什么 什么优盘 什么东西 我也不清楚 你说这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呀 那是 电脑的外接存储器 那很贵重吧 怪不得这么喊着他呢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临走前他回家来过一趟 他说过一嘴 说什么 有什么东西藏在储藏箱里了 对了 是健身房的土藏箱 沈小姐 这事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联系啊 这是小天的钥匙 是小天的钥匙 我很想起来 他的细勢 就是小天的钥匙 那是小天的钥匙 怎么能回想了 再生苏 就是小天的钥匙 那是小天的钥匙 这就是小天的钥匙 那是小天的钥匙 这事我 你给我出去 你说 你要把徐生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你就让你儿子干这种事啊 你 你听我解释啊 我不听 我不听 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出去 出去 有力在等待我向他屈服 还是已经不管不顾了 那我阻止他还来得及吗 因为推算不出核心数据 所以沈杰非常想再接触你爸 可是现在谁都不知道你爸在呢 所以沈杰只好私底下去打听 阴差阳错呀 门卫老冯的儿子冯晓天 发现了他的这个举动 从他那儿骗得了两万块钱的信息购买费 于是沈杰非常恼火 就跟冯晓天发生了冲突 所以我有了手里的这些照片 那女的肯定是以为他们教授出什么事了的 然后小天呢 她就拿这个说事 就说她掌握了谁都不知道的情况 主要是为了骗你点钱还我呀 我说这能不能帮上你 说 老板 情况有点不妙 老太太交给沈杰一把钥匙 还提到健身房里有什么东西 哎呀 钥匙上鬼子当了 作为小区的业主 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有关部门 能够尽快地调查并且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据我所知 周边的小区也遭受了类似的骚扰 所以这些无业的流动性人员 其实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治安隐患 严重地影响了小区的治安 您放心吧 尤小姐 您说的这些问题 我们会尽快调查 认真处理 具体的情况我都记录下来了 这上面有其他业主的签名 不知道您是否需要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被徐征调后离山了 你前脚离开医院 神经后酒就到了 小天留了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他 他正准备去拿呢 怪不得他拿话激语我 原来是要把我调出医院 这混蛋 这混蛋 许队 给我回去 带 混什么带 我之前找着你给别人捧着你 你怎么会有急事 你别缠着我呢 有什么急事 拿着乱去 让我回去 大哥 我现在有急事 以后我自己回公司 你别缠着我行不行 我告诉你 我单独追你出来 我就是要让你回公司之前 搞清楚 到底是你骗了于江蓉 还是骗了大家 想跑 神经的 你把他找出来 我们一块去找于江蓉 我要让神经看清楚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摇身影 变得成英雄的神经 你可以骗了大家 但你不能骗沈杰 你骗不了我 你知道吗 他那么打理 你干吗不还手啊 没事 我也跟你去 不用了 那你烧我一场 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 沈杰她一直在追查 我爸的下落 而小天临死前 想要给她的东西 不是别的 就是绑架我爸的证据 师傅 还有别的路吗 沈杰迟迟未来 而尤力却杰足先登 他想抢在沈杰之前 夺取那关键证据 他想抢在沈杰之前 开门的路上 明天看到我 平时龙凌买的啊 你在沈杰之前 现在人口中是有两个人 MARGAR案 你一直在沈杰等 起来 另外一位 quin 我 太好 你 我 我 certificate 来来来追我 追我 哎 阿姨 来来 追我追他 Ice 跑 来来 俊阳俊阳俊阳相同 是 来来来俊阳俊阳 Иỗ 谁 rea 来来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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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啊 这边 这边 来 喂 是女的吗 这是女的 是女的 来干嘛来了 我们想偷看呢 拿走 哎 别跑 别跑 抱歉游米 我对你早有准备 喂 我是徐峥 谢谢老兄弟 一句话的是 等小天三七之后 请哥几个吃饭 哎 您好 储物箱的东西都在里面 嗨 昨天还聊起小天呢 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就这么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是啊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哎 昨天还聊起小天呢 我怕的是一朵 我怕是一朵 闲草 我怕是一朵 快点 就说 见面 我怕是有事 你 我怕是 别老打你的玩意虾臂 徐峥 看来你是要豁出去了 连您这种大人物都当劫匪的呢 我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 有利己 你会为你的今天后悔的 那是以后的事 今天我先给你当个跟班的 二十四小时守护 你要点什么 白水 把我从医院接到公安局 好让沈杰可以脱离我的视线 从容地和冯小天的妈妈接触 知道我截足先登以后 就找人在先生房整我 徐峥 这几笔让我都给你记住 如果要想彻底打败一个人 就要先了解他 你交道 再说了 你也不想想我这么八卦一个人 他和小天这点事 如果我要不弄清楚 我能睡得着觉吗 何况你还在拿这件事情要挟我 你就这么确信我去公安局 只是为了震慑你吗 如果悬在头上的剑 真的就这么劈下来 游戏就结束了 你不舍得 你是个赌徒 徐峥 其实我也没想到 沈杰会从机场跑的 但反倒这一下就让我痛下决心 当然了 小天的死我很难过 但是 他这最后一招 让我们这个四局留暗画面 你那么肯定 因为你很紧张 游戏 紧张到亲自去当劫匪 我有一种预感 游戏结束了 游戏 你让我猜到你在想什么 我猜你在想 那幽盘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呢 会让小天到死都念念不忘 要把它交给沈杰 我告诉你啊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呢 是这个小天啊 她不想让沈杰把它当成骗子 第二呢 第二就是 这个幽盘里装着足以惊天动地的真相 你很恐惧 游戏 你很恐惧 因为你也是罪犯之一 来 没辙了吧 光天化日之下呀 你和于大叔那些爪牙 什么都做不了 说这么多累不累啊 闭嘴吧你 你说沈杰她现在在想什么呀 我也猜在她的心里啊 拿到那个证据以后 她一定会看 看完了以后呢 她一定会混乱 混乱完了以后呢她就会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她看到的什么 她会语无伦次地给我讲她看到的 哎呀你实在想不到我看到的那些东西 然后她绝对没有想到 我就在她对面离她不远的地方 然后我挂了电话 然后我第一时间就冲到她面前 游戏 到那个时候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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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没在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游戏 游戏 游戏你在哪儿啊 逛街 有事吗 我没事 逛吧 又闹笑话了吧 看来什么都没有了 虚惊一场啊 许臣 赶紧自首去吧 要不公安局该下班了 你要告我们绑架你父亲 拿不出证据 可沈杰的谋杀罪名货真价实 你耍了半天的心眼儿 冯小天这意思让你又回到起点变成穷光大陆了 听着 你和沈杰 都会为今天的自作聪明付出代价 祝你胃口好 过程很开心 结果很可怕 这回 我珍藏了 等你半天了 到你家里坐会儿 空鸡犯的家里你也敢住 按照计划中的步骤我应该跟陈叔挑明一切 但现在 我只能继续欺骗下去了 你不是老要跟我说什么事吗 陈叔 我爸他 怎么了 我爸他 一直跟余正龙耿耿于怀的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帮他做点事 你要跟我说的就这个 也不是 就是我的一些人生计划 现在还没想好呢 以后再说吧 陈叔 我让公司 承受了巨大的风险对吗 至少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要是提前跟您说了 您还会让我干这种天儿走险的事吗 我只能选择一个阵营 说实在的 由于股市上的波动 环雅很可能输掉 NPC公司的竞标 但是如果你提前告诉我的话 我说不定会跟你一起赌 赌赢赌不赢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不赌一定会输 我一直不希望 你因为我 跟余正龙翻脸 但是 妈的 我真的很开心 对不对 我们赢了 对不对